创造出了更多的进攻的机会 这是今年困扰广东队 赛季迄今的一个难题 就是他们抢不下防守篮板 哇 好传 带起 打得非常有耐心 没错 这个球王丽泽执行的 还是非常的聪明的 两三 假的 点一下 选择外线出手 好球 职业生涯第一个三分球在今天出现了 漂亮 今年开局就有里有外 对 但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进攻篮板球 东阳军的进攻篮板 其实这个赛季想象的 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好 检有户直接干拔 漂亮 杨汉森在地位了 杨汉森一拿球就全场欢呼 这就是这个地位在现场的一个现状 嘉义的三分 漂亮 王丽泽和嘉义这两个人 这个赛季打得都非常好 但是三球都还需要更准一些 二次进攻 杨汉森没打进 但是还有篮板 又是连续两个进攻篮板球 二小球了 直接去盯放一下来源 船内 直接切得不错 欧宇 杨汉森拿回来了 好球 杨汉森拿球这一下确实是反应很快 对 所以这个就是球性好的一个体现 我觉得上来还是接受了一些叮咛 上场就打得相对明确一些 你能感受到他今天上场这个投入程度 宝贝没打进 但是又丢篮板了 光球 杨汉森的篮板球完成二次进攻 小林轩今天也5分了 5分 演一下 砸击之后 小抛头漂亮 利用脚步了 不单纯的在低位硬凿了 换成利用脚步之后呢 空间更大 效果还能还好一些 看3.4秒怎么打 这球就投好球 不错 换了拿住 我的4也好 马上也好 持球比例都很高 但是今天徐杰在底角投进了两颗三米球 是 徐杰今天拿了10分 就站起来 这次挡拆是杰杨军和杨汉森之间形成的连线 要换换换人了 我觉得这个头调整是对的 就是当马上这一招用脑的时候 立刻开始跳人 那拆在很小的空间里 好球 王丽泽和杨汉森之间的配合 底线来协防那个人 大位率明显变高了很多 好传 这球应该是 给了一个封盖 然后随后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征求 我们看 最后时刻上马上 这个赛季其实之前我的死打的还是更多的 没打劲 但是杨卫森 一分反超还是一分分差 上黄明依依呢 理论上确实应该是对 豹尔来做更大的